通過一條港區的國家安全法 目的就是令香港的社會 近年經歷了一些很大的衝擊 自去年6月更加突顯了 我們出現了很多會危害國家 危害香港安全的風險 而是去尋求一個穩定 呼籲近日仍然是用一向的手段 來將這件工作擾摩化 酷明化的反對人士是要停走 因為他們這樣做是跟香港廣大市民為敵 香港廣大市民希望恢復穩定 能夠過一個安全有滿足感 這次的立法工作是完全合天合法的 因為對於任何國家來說 國家安全都是一個中央的事權 是不會讓一個地方政府制定法律 所以它的合憲合法性是不容置疑 也不應該受到一些外國政府來挑戰 在一個人上有心理 還有又來進行的 還有一個穩定,耶